前方就是毛主席的专车 为什么没有后视镜 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 湖南红色之旅 我们来到了韶山毛主席纪念馆 这里陈列了很多毛主席生前的遗物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辆毛主席的专车 讲一讲它的来历 毛主席在1950年访问苏联时 斯达林送给了毛主席两辆车 一黑一白 黑色的叫吉斯 白色这一辆叫吉姆 这辆车是吉斯的防弹版本 车身长度近6米 车宽近2米 车身装甲有8毫米厚 防弹玻璃的厚度也有70毫米 能够有效的阻挡子弹和弹片 最为重要的则是 其底盘也是安装了厚重的钢板装甲 可以有效的防止地雷爆炸的冲击 这种车在当时世界上都算得上十分神秘和高级的 黑色那一辆现在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去北京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眼 在1959年6月25日这一天 湖南韶山正是道花飘香的时间 当时毛主席就是乘坐这辆车回到家乡 此时毛主席已经阔别家乡32年 毛主席回来的消息迅速就传遍了整个韶山的各个角落 附近村子的人都跑了过来 纷纷都想看一眼毛主席 在当时毛主席来到了田间地头 了解农民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旁边这位白胡子老爷爷 他就是毛主席小时候的私属老师 墙上的话也是展现了当时的情景 毛主席用家乡话热情的和乡亲们打招呼 乡亲们也是十分的激动 很多群众也是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这辆轿车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但是保养的非常的好 现在看上去依然是十分的威武霸气 并且这一辆车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陈列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 视频最后我有个疑问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辆车竟然没有后视镜 大家知道什么含义吗 评论区讨论一下